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带来日本甲级足球联赛J1 League 33轮 台湾时间11月24日,两场赛前解析 首先第一场是横冰水手主场对阵星系天鹅 双方近五次的交手,横冰水手取得四胜一败的战绩 不过这一败就是本季第一轮与星系主场的比赛 并且该场横冰水手在上半场捕食阶段 靠着马特乌斯右入船中的球 让后腰的藤田让流,头锤百度到近点破网 上半场横冰领先,但下半场虽然马特乌斯与西村拓针 在右边路偶有佳作,但始终无法突破小岛亨界的食指关 并且星系天鹅在下半场防守做出战术更换后 大量的让千叶和燕与枯米忧斗 双人包夹横冰右翼的攻势 导致整场横冰水手只有四次的摄政 而这样的情况来到57分钟 防守疲惫的横冰在左路出球时不慎出现致命失误 让上来包夹的领目孝司接获队友截断的传球 给到了正跑向禁区的伊藤两太郎 他甩开了初级的伊森纯,轻松推射破网 此时比数1比1斑平 接着过了10分钟,比赛来到67分钟 此时星系天鹅守下了横冰的攻势后 准备右边路打反击 只见右路的三户瞬界 接获队友中场的传球 往前带了一段距离 看了一眼伊森纯的位置有点靠右 他果断在禁区线外四马的距离 直接起右脚打在远柱上方死角 这季远射中炮,直接让横冰水手打到尸神 最终就是2比1由星系天鹅与主场逆转取胜 而这次星系天鹅要到横冰水手的主场做客 其实以星系天鹅来说 这场主场确实不容易踢 甚至能说跟恶鬼没有什么两样 尤其近期横冰水手状况可以说是相当夸张 除了近五场各项赛事全胜外 近四场的主场也都全胜 而星系天鹅就没有这么好的状态了 近三场的赛事取得了一胜两合 虽然以中游球队来说还算是不差 但做客要面对目前排名第二 并且要争取连霸的横冰水手来说 有点困难 而阵容方面横冰水手摆出来的433 在封线第一排可以说是进攻机器 马特乌斯、达希尔瓦以及洛佩斯 三名外援完全在本季展现出该有的夸张数据 除了马特乌斯与达希尔瓦都分别缴出11助攻 外加至少6颗进球的表现外 中锋的洛佩斯也是完全将这些助攻转化为进球的可怕存在 本季至今21进球4助攻的鬼神数据 可以说这样的进攻表现如果在主场可想而知 星系天鹅将难以招架 而上次星系天鹅在主场可以说是靠着对方失误 以及那神来一笔的远色才得以逆转 但天鹅这次的状态并没有这么好 加上对于剩下两轮的想法或许有不同 因积分不足即便取胜 也没有机会能再让排名往上到什么程度 此时做客横冰水手我认为是插翅南非 加上进4场横冰水手在主场不同的赛事中 也仅仅只有让着晃刚萨多在补时阶段进过一球 因此蛮有可能以横冰水手近期的防守强度 星系天鹅要进球也相当困难 这边预测主胜大小分为2.5小比分为2比0 也预测非双方进球 接着是川崎前锋主场对阵路倒路角 在本季全日本都在讨论是神户胜利船 夺下队史首座J1冠军 还是横冰水手能够连霸的时候 或许都忘了过往常年角逐冠军的川崎前锋 在本季虽然遇到了严重的下滑 甚至连能获取亚冠资格赛的联赛第三名 都是遥不可及的位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今年亚冠夺冠的可能性之外 只剩下天皇杯决赛冠军 能够去搅除明年亚冠的资格 并且今年的对手是相较弱的伯雷素尔 所以剩下的两场联赛 对于川崎前锋来说 会比较像是决赛前的准备 甚至是对于亚冠小组赛 剩下两场的沙盘推演 可对于路倒路角来说可就不同 他们如果连续两轮都取胜 上面的三支队伍都输球的话 也不是没有机会拿下第三名 但几率跟重乐透一样难 尤其是路倒路角近期的状况 可以说是蛮糟糕的 进五场的J1赛事是一胜未得 拿了三合两败 更惨的是上一轮在主场 与伯雷素尔是1比1踢合 虽然与伯雷素尔要避免降级 使出浑身解数有关 但事实上路倒路角上半场 多次禁区结尾都没有一脚亲远 尤其34分钟时 对方三次的起脚都差点进球 若不是早穿有机挡了两次 以及后续形成脚球后 他再次将球扑远 可能上半场伯雷素尔就已经进球了 而自己在上半场也都错失两击 39分钟时早穿有机 开大脚开得很准 让前场有空间可以进攻 但中间准斗居然想要远射来进球 结果显然没有将球压低 角度也不对 浪费了这次机会 而下半场53分钟时 换了伯雷素尔门将 松本剑泰给到了机会 他原本想要大脚长船 结果打在了路倒路角球员身上 拿到球的路倒路角 马上展开反击 但门前的三次起脚全都被挡了下来 59分钟时再次以击漂亮的高抬腿 后踢传球穿越防线 让替补上来的松村优太 拿到球直奔到右进去外 他一脚传中操之过急 想要给到中间准斗 结果他跑太快 球在他前面时 他居然背对球门 但伯雷素尔第一时间 两个防守球员也无法将球轻援 球一路弹到左路 让林木幽摩捡到机会 可惜射得太正 让松本剑泰给挡到 随即伯雷素尔就将球解为成功 机会很多却没有进球的路倒路角 到了77分钟 换成伯雷素尔的单刀机会 矽谷真大与萨维奥 两人的小组配合 萨维奥接获矽谷真大的直塞球 形成单刀 换过防守的皮图卡 再做回去短传给跟进的矽谷真大 皮球在禁区内推射破网 伯雷素尔率先破门 1比0领先 而84分钟路倒路角 获得自由球机会 从左侧直接调到禁区 第一时间还是被伯雷素尔 清出边线 但经VAR审视后 判定伯雷素尔禁区内 清球时有守球 87分钟由皮图卡 将罚球踢进 才扳平比数 在90分钟时 路倒路角仍有一次结束比赛的机会 但两次的射门都被松本剑台单手扑出 最终路倒路角就是1比1占平 以现在路倒路角的状况来说 确实做客是非常危险 加上近5次双方交手的记录上 穿起前锋是5战全胜 几乎没给任何机会 基本上本季状况没有上季来得好 但首轮做客仍然是2比1取胜路倒 这可以说是专门克制路倒 而虽然双方可能对最后两轮的想法不同 但以关东地区来说 他们也是禁律 这场我认为 穿起前锋会拿出真实力 来做天皇杯前的备战练兵 路倒路角虽然境况不佳 但做客也总能在对方主场进球 反击也打得不差 如果穿起前锋在前两轮对阵博雷素尔的时候呢 原野大迷如果没有吃红牌 本场应该是可以出赛 不过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出赛 因此双方这场很有可能会互有攻势 但主场的穿起前锋比较能把握机会 不过考虑到防守上穿起前锋 场均失球数近期也很高 只要把握好机会 路倒路角甚至有进两球的可能 这边预测主胜 大小分为2.5大 比分为3比1以及4比2 也预测穿起前锋三球或以上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